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喝酒了 然后跟人家打架了 然后把人家打伤了 打伤了之后 你们知道吗 我爸爸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去了哪里 他就会吸饭了 三年 三年才出来 然后我妈妈和我奶奶 他们两个不和 天天吵架 打架了 所以才走的 所以我妈妈 她带着我哥和我姐走了 留下我了 这样子的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爸爸 就是爸爸自己听口说出来的 他说他回来的时候 我妈就走了已经 所以他们两个根本都还没有成立婚症 那小妈为什么又跟爸爸这样子生活在一起呢 我小妈是别人介绍的 我的妈呀 你知道的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一直以为小妈是 小妈是我爸爸 没关到的老婆 对不对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过 对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 我爸爸和小妈根本就一个 亲生孩子都没有 以前呢 你也不是 对啊 我也不是呀 我是他们捡起座 我们的两个弟弟妹妹 是我小妈的 小妈 小妈的老公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爸爸才娶了他的 哇 我这些 这些我都不知道呀 对 我听了 我今天 我今天全部都知道了 叫什么 所以我们两个 阿姨 我们那两个弟弟妹妹 也不是爸爸妈 爸爸和小妈的亲生 知道吧 嗯 他们长得跟我们 我们都长得不像呀 嗯 对 就这样子的 你奶奶不知道吗 我奶奶 奶奶肯定知道啊 对啊 但是奶奶肯定瞒着我们吧 对呀 现在 我爸爸 是有名义上的 老婆 就是我妈 我小妈和我爸爸 他们根本就没有 虽然在一起 但是没有小孩 没有共同的小孩 也没有结婚证 就是没有小孩 所以一直也没有 不用办集合证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嗯 知道吧 没事 家人 阿姨 你应该感到开心 知道吧 这样都知道真相了 你就好好的去见他 我现在就是 想不通 他为什么不得我爸爸 回来就走了 但是有可能 有可能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吧 嗯 因为刚才不是说 呃 奶奶和他们两个 关系不好嘛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所以他才不回来的 嗯 所以你也不要太伤心啊 你应该感到开心 知道吗 所以我 小妈老是 找爸爸 挑战要离婚 其实他们根本也不用办离婚 这根本也不要干嘛 只要他们两个人同意 都可以分开了 就这样子 对 而且他之前一直说 让我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这样子 对 他一直叫你不要回来 对不对 对 有一天我说 我叫你回来 他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然后我说 我说 我很想你吗 我说 我说小妈嫁一回来 怎么样 他就骂我了 对 他不让我回去 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他这样说 你不是说 因为我一直欺负你吗 你现在让他回来干嘛 他这样跟我说的 对 小妈 小妈现在跟我们完全 一点关心都没有 其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永远都把小妈 当成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是永远的好姐妹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你应该感到开心 嗯 对 现在 现在找到了也挺好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妈妈了 对 我妈有没有结婚 这些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能去看了 才知道了 但是呢 我今天听到 既然我爸和我妈 他们都没有离婚 这个事情 我们少数民族 就是这样子 其实离婚了 只要嘴巴上说好了 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姨妹 现在他们也没有 半离婚证嘛 真的 我现在就是 有点 好奇 就是他们为什么 一直不办离婚 结婚证 离婚证 难道他们 还是爱着对方的吗 我觉得有时候会想 想这样的事情 你这样子想是很正常的 知道吧 难道我们 还有想过要回来吗 我觉得你 你应该要去找他 然后 他肯定会动摇的 他看到你都长那么大了 有可能 有可能他默默的在 有可能有一天 他玩抖鱼的时候 他刷到你了 有可能他还默默的观察你了 还默默的看你了 是吧 阿姨是小妈哥哥家的女儿 小妈她也是离婚了的 离婚了才 我爸爸 他们两个大家都有小孩 所以就是 勉强在一起的 我小妈也有两个小孩的 原来那两个小孩是小妈的 不是我爸爸的 但是我爸爸他们一直都瞒着我们这些事情 阿姨妈 对 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那种关系 对 这样吗 我会 你们会支持 去 支持我去看我妈妈吗 肯定支持呀 对不对 既然都 既然都 就是 有消息了 那肯定要去呀 干嘛不去呢 是不是 我需要你们的勇气 我真的 我在这么大 虽然阿姨我们两个以前一直吵架打架的 我们也不是亲姐妹 但是我们对亲姐妹还关系对方 说爱是对方 我希望阿姨越来越好 我现在看到阿姨进步了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也挺感动的 阿姨能够越来越好 什么 很多粉丝都说阿姨欺负我 这么这么坏 真的 那些不算欺负家人吗 那些也不算坏 真的 只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拍在网上了 所以觉得又有点过分 看起来又有点那样子而已 其实也不算欺负 我觉得姐妹之间 打架 吵吵闹闹 都是很正常 很正常的事 知道吗 哎呀 我以前那么欺负你 你还这样子帮我说话 真的 反正就是说 我们人在一个屋子里面 一起 你看我们的牙齿 都会 有的时候会磕在一起 那我们人在一个屋子里面 一起长大 那肯定会经常吵架 打架那是很正常的 而且秘密他不懂事 我觉得阿姨他现在 他现在还没有多大 他才18岁 对不对 他现在懂事了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今年 有很多很多好事 真的 我也知道我妈妈的下落 而且我爸妈还没有离婚 这是好事 然后阿姨懂事了 也是好事 虽然我自己的事情很不顺利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带给我很多 很开心 真的 妈妈来妈妈来 什么都会有的 都是 我的话我嘴巴是很笨的 我也不知道说啥 就是 阿威这一方面呀 怎么怎么样的 我都脑壳转不过来 不是演的 其实很多 我能理解很多叔叔 还没觉得 阿姨梦我们两个是在演的 但是我不管别人是不是在演的 我敢在这里 真的 我们不是演的啊 家人们 我实话实的跟家人们说 阿姨梦我们两个 弟弟大大的是农村的姑娘 我弟弟大大的没有读过书 我发誓我没有读过书 对对对我们两个 一天学校都没有去过 是的 阿姨也是一天学校都没有去过 我是读到初二还是 初二我就不读了的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们 现在我爸和我妈 他们两个还没有离婚 也是真实的 我没有骗你们 为什么之前阿姨姐 就是我们说什么 我是个大学生 那是因为我阿姨也不懂 然后我也吹 我也会吹的那种 然后我阿姨姐呢 她也没读过书 她也不知道什么高中 什么大学之类的 我就乱说的 其实如果我认识一点字 我读过一点书 有可能我现在不坐在这里了 有可能我们也没有离开老板了 因为我们快走的时候 老板说过 阿姨你还记得吗 老板说她说她找一万挂的楼梭干来投资 她叫我投资五万块钱 她说她 对对对 她说你们两个一人一半 然后你们两个自己当老板 然后自己也可以分享给叔叔爱哥姐们 然后你还说 那个时候当时你还说 你不会算账 让我帮你算账这样子的 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呀 对因为我姐也拿不出五万块钱 但是她就说 她他们两个一个一半 她也五万 我姐也五万 然后他们两个去投资一个萝卜干 然后你也走了嘛 然后你也走了 后面我就走了 然后我也就这样子了 对 如果我有一点文化的话 有可能不这样子了 因为我不会算很多一些东西 对我姐她不会算 因为她也没有读过什么书 知道吧 所以她还想着让我去帮她算账 我有时候想一想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 啥都不是 没有没有 慢慢学嘛 有些东西你学会了 还是能学会的 有些东西的话 但是我觉得 阿姨不管怎么样 我刚刚听很多粉丝说 你在直播间里面 你看到别人直播 所以你有点生气 所以你在直播间里面 说了一些实话 但是呢 我们不用去解释一些事情 我们也不要去说一些实话 我们关注粉丝的眼睛是悬亮的 一个人看面相或者干什么 都会看出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或者干嘛 对呢 我们永远都不要去说任何人 我们做好自己 知道吗阿姨 我知道 但是她这样子去说去做 那我肯定心里面不舒服呀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 不管怎么样 不管我们有没有工资 不管我们怎么样 最起码 我们在 本来就是他没有给我们发过工资呀 本来就是那些自己卖货的 怎么怎么样的 自己有分成这样子的呀 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 你的话你什么都 我只会放在心里面 你不会说出来 你就是太上天的 老是被人利用 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 知道吧 但是我现在的话看轻了 我们不说这些 好不好 我们不管怎么样 都感谢遇见的每一个人 知道吗 那是 我们应该要感谢任何一个人 帮助过我们的人 干嘛不我们的人 都是应得的 都是该有的 都是上天安排的 我们永远都要感谢别人 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要去说任何人 我们只做好 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搞得 大家都挺不爽的 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 真的 没有什么不爽的 我们永远都感谢别人 知道吗 我今天在大众那么多人的面前说 帅哥姐吗 我的家人们 支持阿子和阿姨默的家人们 我们永远做好自己 把我们把这个打在国民上来 我们做好自己 我们不去说任何人 虽然我们没有文化 不懂很多事情 脑子撞得不快 不聪明 但是我们要学会做好自己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对 把做好自己 打在国民上 我们永远都 在家里面 咱们把做好自己 打在国民上 阿姨不要再害阿子了 没有 没有 我没有 没有 阿姨我们两个 对 不管吵架还是打架 我们永远都 都是 亲戚 没有炫耀关系 但是也是亲戚 摔个姐妹 这是真的 我们两个永远都是 好姐妹 知道吗 不开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知道吗 叔叔爱个姐妹 对 对 我们做好自己 来家人们 然后 现在呢 我说实话 现在目前 我的话还好 阿姨的话 我听说阿姨的爸爸妈妈 也经常吵架 还经常打架 所以呢 我觉得阿姨 现在很需要帮忙 这样吗 有的时候 我看到阿姨很努力 有的时候 慢慢洗发 是的